有钱老爸假装破产 举家搬进贫民窟 为的是让儿女学会自食其力 吉曼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富豪 但是他的妻子不幸早逝 家里除了他 还有三个只会花钱的儿女 孩子们从小失去母亲 吉曼担心他们会因此留下心理创伤 所以他对孩子们宠爱有加 丝毫不会控制他们的财物 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但是平日里忙于工作的吉曼 却疏忽了对儿女的管教 哈维是家中的长子 吉曼有意想要将其培养成公司的接班人 可是常年花钱如流水的生活 已经让哈维丧失了思考能力 他每天都和一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 正经是没怎么做 倒是被那群狐朋狗友忽悠 搞一些不靠谱的事情 周围的百般迎合 哈维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 进公司的哈维一件事都没办成 还一心想要投资一个 加油站送油上门的项目 然而这一项目根本没有经过慎重思考 只是几个年轻人头脑发热 想出来的一种过家家想法而已 吉曼没有责备他 而是继续鼓励 同时让他去为公司锦标一个项目 谁知哈维不但对公司的项目撒手不管 还带着自己那帮狐朋狗友 借着谈生意的噱头去外面花天酒地 吉曼的女儿巴比更是人如其名 是一个整天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公主 她身陷一个渣男的花言巧语中 即使吉曼深知女儿就是渣男的提款机 可巴比却依然执迷不悟 甚至要和那个渣男马上结婚 在读大学的小儿子更加不让人省心 她喜欢比自己年长的女人 还常常无视校规胡作非为 校领导碍于吉曼的面子 对此只能一忍再忍 然而小儿子却并没有就此收敛 反而还和学校的女老师纠缠不清 还被校长正好看见 校长打电话正式通知了吉曼 小儿子被开除的消息 三个儿女的糟心事让吉曼气急败坏 然而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 三个孩子来到医院看父亲没啥大问题 关心的话连一句都没说 这时的吉曼才意识到 自己之前真的是太过于宠溺孩子们了 现在必须要好好改造这三个败家子女 她先是冻结了儿女们的银行卡 停掉了他们的手机 还让警察闯入家中 没收了所有的财产 自己则身穿旧衣服 急忙地叫着孩子们赶紧跟她逃走 三人来不及思索 只能跟着父亲翻墙逃跑 在出租车上吉曼才解释到 公司已经破产还欠下了巨债 股东撤了资 助手也卸款跑路了 家里所有的财产都被警察查封了 现如今潦倒的他们 只能来到平民窟中的一所破房子 这是唯一不在公司名下的财产 破旧的房子里空无一物 四人只能依靠吉曼手里的一点现金 买些日用品 开始艰难的生活 可早已过惯了奢侈生活的三个儿女 这时候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吉曼这时告诉他们 现在得想办法解决温饱问题 第二天吉曼叫醒了三个子女 让他们自己出去找工作 大儿子哈维先去找狐朋狗友们 想要尽快启动加油站项目 然而这群人根本靠不住 在得知哈维家已经破产后 都开始找借口说自己也很困难 气愤的哈维只能转身离开 女儿巴比则是去找渣男求助 但本就不务正业的渣男 在得知巴比家里破产的消息后 更是恨不得躲得远远的 这时巴比才终于认清现实 他开始倒卖自己的名牌衣服和首饰 但是店员却觉得都是假的 毫无金钱概念的小儿子去找工作 提出的工资比人家店铺 一个月的收入还多 庆幸的是 家里的老保姆对他们视如己出 让自己的儿子帮他们找工作 于是哈维当上了大巴车司机 也正是见识过了贫苦生活之后 哈维才意识到油价的昂贵 自己曾经的加油站项目 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巴比则是在餐厅里当起了服务员 曾经不可一世的名家大小姐 现在也成了服务别人 却还要被别人甩脸色的普通人 晚上陪厨师去市场采购 还投一回在路边摊上吃饭 同时还遇到了不怀好意的街头混混 小儿子这边也遇上了图谋不轨的女上司 一天要被叫进办公室好多次 只能靠出卖色相来保住工作 然而吉曼在家里也没闲着 他偷偷享受了大鱼大肉 等儿女们回了家 再陪他们一起吃糠宴菜 也正是经历了这样一段生活 吉曼才发现自己过去忽视了孩子们 直到现在他才发现 大儿子有阅读障碍 女儿为了保持身材催吐了整整八年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处境 才终于让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儿女们也逐渐融入了现实生活 哈维和其他大把车司机打成一片 结交到了真正的朋友 芭比也一改此前的大小姐架子 成为了优秀的服务员 同时还和餐厅里上进的厨师有了感情 后来他们用赚来的钱逐步装修了房子 生活水平也蒸蒸日上 虽然没有了富贵的生活 但却收获了简单的快乐 然而就在某一天 渣男遇到了本该跑路的公司助手 他从公司助手的口中 不仅知道了公司没有破产的消息 还套出了芭比的住址 他找到吉曼一家的住址 并且敲诈吉曼 让吉曼把女儿嫁给他 并且还要分一些财产 要不然就把吉曼自导自演的破产骗局 全部告诉吉曼的儿女 气愤的吉曼对此无可奈何 孩子们本就失去了母亲 要是再知道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该对自己这个当父亲的怎么想 这时儿女们下班回家 渣男还骗他们说 是自己和叔叔帮助他们解冻了公司的资金 坐在旁边的吉曼没有插话 只能默默接受渣男的谎言 重新回到过去的日子 让吉曼心急如焚 看着一心只想要钱的渣男飞扬跋扈 吉曼也终于向儿女们坦白了自己 假装破产的事情 孩子们觉得父亲欺骗了自己 便纷纷离开了父亲 重新回到了那所小房子里独立生活 大儿子和之前的司机们一起开了车行 女儿和厨师重新团聚 小儿子也和同龄人谈了恋爱 就这样孩子们和父亲分开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直到女儿生日那一天 吉曼拿着一束花钱来 再次向孩子们道歉 而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 三人也都理解了父亲的用心良苦 于是便原谅了父亲 四人从此也过上了真正的幸福生活 来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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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